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 天人合一 其实它体现为 人和宇宙的和谐统一 这种统一在宇宙体现为生 《义经》里面讲 生生之为一 天地之大德于生 人呢就体现为人 人一的人 这叫生人也 你看生人也 宇宙本性和人的本性 就通过对生命的真爱 融合到一起 对生命的真爱 中国古代留下很多生动的案例 北宋大如周敦仪 留下一段佳话 什么佳话 叫绿满窗前草不除 什么意思 春天到了 这窗前的村草长得很高 把窗户遮住了 影响物理的光线了 绿满窗前草不除 为什么不除 村草的生长和人的生命一样 都体现生生不息的这种气象 体现了天地之大德于生的这种境界 就谈到了国人 我们的传统对宇宙万物的爱 对自然 可以把无生命的事物生命化 把无情的事物有情化 就大自然充满了亲切感 认同感 投入感 北宋大如 陈浩的诗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十价幸与人同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万物静观呢 你看那天地万物的存在 都是那一言自得 一然自得 鸟在天上飞 鱼在水中游 青山一立 大河奔流啊 每一种存在 都能必要那么合理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十家庭与人同 四十吗 一年四季啊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的交替 季节的殴割 和人的身心 合成一篇最动人的生命诗篇 也是自然的诗篇